刚刚下载下来的档案 这一定排在最上面 或者是最下面 所以你看你要递增还是递减 然后这个档案叫2021 1004 重叠率2 日数重叠率用药日数重叠率 各位知道用药日数重叠率 直到来快速点两下打开来 在座应该大家都知道了 好 那我们就花一点点时间 等一下把它打开来 节省时间我就不复习了 这个这就是昨天我们主要交的内容吗 其实 其实 健保署那上面的开放资料 有很多议题是值得我们来关心的 像例如说这个用药日数重叠率 只是170多个里面的12个 因为他有关心就是同医院或不同医院 还有就是 就是这个用药日数重叠率 可是他除了关心这件事情 他还有关心像14日在住院率 对 你看哦 我觉得我觉得真的每一个议题都很值得 就是大家一起来关心 我在8月23号的时候 我在8月23号在枫园医院 我谈的这个是 出院后14日在住院日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成效分析 就是 本本来我还不晓得这件事 我跟我学弟去参加那个医学年会 他就跟我讲说 学长你看哦 这边有几天呢 就在谈那个出院后14日在住院日 好 这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成效分析 然后接下来我在 我在 那个 呃9月3号这个时候是那个台南医院 就是我们的主任 他请我来去谈那个医疗量能仪表版 好 那个如果你没有需要请记得请他 就是开放那个群健给你们 因为这这个是这个是只有在做啊 可能我们会需要 这样了解哦 就是医疗量能 其实公司他要的那个仪表版跟 医院要的仪表版不一样 好 所以提供给你们参考 后来 又还有谈一个9月27号是在那个 桃原医院谈的是 除了那个 我我这边有做14日 每在 再住院这这件事情 还有我还有谈 3日就是出院后3日 3日如果这个时候他送急诊 这是从那个疾病的角度来去关心病患 虽然不多 但是他就是会发生 好 那可是我觉得这除了那个成效 还有就是病人 病情为什么 哪些疾病就是会 会产生那个急剧下降 这都是值得我们来去关心的 好 你说像中风 二次中风 他其实是 有一段间距 那万一真的是 3日内就直接中风 他还是会进急诊室的 再来就是这一次 我们谈的就是同药理 用药日数重叠率 可是我还是要告诉各位 我们这边所所有我谈的 大概只有牵涉到 四五十个就是 那个 健保署所开放出来的 资料 其实还有 更多的资料是值得 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让我们了解那个健保这边的成效 呃 有没有过度的资源浪费这件事情 当然 我们现在 先来再仔细看一下这个 用药同药理用药日数重叠率 好 这个是昨天我们上课的内容 所以在第一页 第一页其实 呃我建议 我建议在这个地方还是要写 这应该写什么叫做 降降血压 水压药 好 我们写降血压 麻烦请快速点两下 那个工作页面名称 降血压 因为等一下我就会想要放什么降血糖 对不对 好 那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我们再增加一个文字方块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放降血压 可以了解 因为等一下我会产生第二张第三张第四张 这样了解 好 所以来插入 文字方块 好 麻烦请输入降血压 呃 把字稍微放大一点 这基本的美化我就不去刻意带你们做了 你可以不做好 然后这个文字方块呢 这个文字方块请你要做一件事 他没有背景 所以请把背景关掉 然后就把它搬到 你要会搬哦 搬到这边来 搬到这边 因为到时候 第二个档案可能就变成是 那个降血糖 然后第三个档案可能是抗忧郁症 这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考验你们 这个 请 游标 游标 选取 什么地方 边边的地方 而且他一定要变成箭头 你才可以按住他任意的去脱衣 好 接着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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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